《斗罗大陆》5,重生唐三,作者,唐家三少,第148章,二次加速,用手法来施展子母追魂夺命当无疑是很难的,以唐三这液态的精神力再加上前世的经验,都需要那么长时间来蓄力,武兵既想要炼成,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但相对来说,用冰元素来修炼确实是要容易得多,这一点唐三并没有蒙骗武兵技。冰元素要比风元素稳定,而且是固态的,再加上冰爆术的特点,应用得好,确实是更容易施展,但也要一步步的练习才行。 唐三这推动冰针二次加速的方式,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前世热武器发射导弹的方法。 从理论上来说,是绝对成立的。冰圈底座要稳固,内部的冰珠要独立,这个独立的意思是你要能够单独引爆冰珠,而不是将其和冰珠底座一起引爆。 然后,前面的冰针要和后面的冰珠紧密结合,冰针的尾部和冰圈完全吻合,不要有缝隙,这样的话,你在引爆的时候,所有推力才能够完全作用在冰针上。 同时,你还要保证甩冰针出去的力量能够在引爆的那一瞬间挡住后坐力。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?唐三继续给武兵记讲述着,大体是明白的。武兵记点点头。 他本身就十分聪明,通过唐三的描述,他大约明白了其中的门道。 这样,我给你做个演示吧,我们就不管站立了,这样你能看得清楚一些。 说着,唐三将右手伸出,掌心之中,一根由风元素凝聚而成的风针逐渐成形,然后在风针后面凝聚出一个小小的风球, 在凝聚底座将尾部的风球套进去,风针尾部的风元素扩张一些,堵住风元素底座的缝隙。 就是这样的!你看好了呀!唐三一边说着,一边引爆风球,嗖!的一声,前端的风针就被弹射而出,风针直接刺入墙壁,在墙壁上留下了一道凹痕。唐三的手法不错,这门手法的原理充分展现在了武兵记面前。 再来一次,唐三又重新凝聚了一根带推进器的风针,他屈指一弹,风针电射而出,在飞出三米的时候,尾部轻光一闪,内部风球引爆,那原本飞射速度就很快的风针在轻光的爆发下二次加速,宛如幻影一般电射而出,还是射在墙上,这次却直接将墙壁刺出了一个小洞。 武兵记倒吸一口凉气,这下看得就非常清楚了,唐三用事实向他证明了二次加速的可行性。 而他对自己所压缩的冰针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冰针本身就有很强的穿透力,如果自己的冰针还能完成一个二次加速的话,那么威力绝对不是刚刚这风针能比的。 但是这么一个二次加速,就绝对是全新的暗器手法了,更不用说子母追魂夺命胆了。 试想一下,如果是众多冰针隐藏在一个冰球之中,冰球爆炸,推动冰针,冰针在二次加速爆发速度,那穿透力会有多么恐怖,而且施展的距离还能更远。 冰针针刺入敌人体内,如果对冰元素计算得当的话,还能在对方体内引爆,这威力。 武兵记心中幻想着,眼中已是一片火热,张着嘴都要流口水了。 这玩意儿要是能够成功施展,威力会有多大,简直不敢想象啊。 唐三,这…… 唐三笑呵呵地道,不用谢我,这门手法更适合大师兄你啊,你先把过加强版的冰针练成了,咱们就进行下一步的练习,这个你凝聚之术简单,但要做到足够快,就要看你对冰元素的掌控能力了。 你有冰元素护身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成功?凝聚冰针的时间越短,凝聚的数量越多,就意味着你的战斗力越强。咳咳。 武兵记连连点头。她现在也不想娜子母追魂如何施展了,只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二次加速先练好。 那我先走了,待会儿食堂见。对于说服张浩轩,唐三是非常有把握的。张浩轩知道他的秘密。 他只需要告诉张浩轩自己想去家里学院观察一下各种妖怪族的能力,寻找更适合自己吸收的血脉,张浩轩应该就会同意他去。 毕竟,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自保能力,思想也很成熟。他教武兵记,并不只是为了让武兵记帮忙,也确实是希望自己这个小团队的实力能够更好地提升。 程子称,故里修炼的乱披风锤法需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掌握,于吉祥物独白,他有子吉摩瞳了,那对他是最有效果的。 武兵记在兵元素掌控方面确实是得天独厚,帮武兵记加强兵元素掌控方面的能力,是提升武兵记战斗力最好的方式。 六阶的武兵记一旦突破到七阶,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武兵记就悄悄地找到了唐三,给他提供了一个办法。 让唐三去当陪练,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,他刚刚十岁,这么小的年纪去当陪练,不被妖怪们怀疑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 但如果只是单纯地进入家里学院,那就不一样了。 除了陪练之外,家里学院还有其他的工作呀,学院小镇本身就是为了家里学院服务的,整座小镇都是张浩轩管理的。 所以,如何给家里学院提供服务,都是唐三这位镇长老师说了算。不能当陪练,去做个打扫卫生的总是可以的。 你要去观摩。下午,张浩轩见到了来找自己的唐三。 嗯,我想找找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妖神变。 你也知道,我现在六阶了,应该又能接受一种能力了。 融入的妖神变血脉越强,我的实力肯定会更强啊。 唐三向张浩轩说道。张浩轩眉头微醋,道,你确定你可以融合更高层级的妖神变吗? 他之前见过的唐三融合的妖神变血脉,几乎都是低阶的。唐三道,不但可以,而且还能换。 对张浩轩,唐三病没有隐瞒。毕竟张浩轩已经知道了他最重要的秘密,张浩轩多知道一些,也能更好地配合他。 无论是之前通过神识,还是之后通过天狐之眼,都让唐三肯定,这位老师还是能够信任的。 否则的话,他恐怕早就被救赎组织带走了,而不是留在这里。 嗯?张浩轩惊讶地看着唐三。您?唐三低喝声。一瞬间,张浩轩的身体微微一僵。 下一刻,他的眼睛就瞪大了这是,时光变,顾里的时光变,你,张浩轩吃惊地看着唐三。 他突然觉得,自己似乎有些不能呼吸了。唐三咧嘴一笑,和顾里师兄在一起时间长了,慢慢学会地,替代了原本的种假树。 张浩轩倒吸一口凉气,时光变已经是第二层级的妖神变血脉了呀,在整个旧属组织之中,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唐三能够学会时光变,这就意味着,高层级的能力他也可以。 正在张浩轩吃惊的时候,他看到唐三背后橘红色光芒闪,两只光翼展开来,带动着气流,令身体漂浮而起。 金鹏便。玩,记得订阅,开启小铃铛,点赞和分享哟。